日本队雄云装置要干翻狼行 结果复仇一记都是做梦 AG两局一塌未掉 一诺别对手呆秀有点小尴尬 前阵子现在大家也都看了 日本队斯卡尔子的宣传视频 看似宣传自家战队 结果内容却把狼行夸到了前上 只有斯卡尔子队员们的赛前狠话 让人看着尴尬之急 虽然有雄云装置要干翻狼行 代差的太遥远了 不过他们自己似乎并没有感觉到 目前看来应该是碰都碰不到了 因为今天斯卡尔子第一场比赛 就被AG干翻了 不说AG都是做梦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局AG有计划的 入侵斯卡尔子红群 再收下暴群 斯卡尔子没有任何办法 各种资源被AG拿到手软 实力相差是硬伤 3分50秒 AG四人月塔包扫了对方迪人杰 紧接着AG同时反蓝反红 不过斯卡尔子的卢大果断开大 松下未扬橘子 大红还是被AG抢下 这时即便双方一比一平 可能感觉到双方场上的对决 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战队 之后一诺马可杀疯了 最后一波 由于斯卡尔子的蓝 对起来AG的龙有了想法 结果龙没想到 却被AG打了一波掉点 这时11分钟 AG的经济已超斯卡尔子 11000左右 导致斯卡尔子四人 根本守不住水晶 11分58秒 被AG拿下输掉一分 MAP给到AG一诺 而第二句前期搞笑的是 英诺半血收藏枪 飞翔操作一波对面攻凶力 结果12-15便被返袖 有点小尴尬 英诺这边也笑了一下 其实英诺这边有点着急了 他第一时间知道 公分率没有起来之后 他第一时间是可以走的 但他想操作 不过上路一安马超 平民收压认同 三分钟一安马超就 两千三全场一号位经济 利压对线下路堆1100块 除了英诺 其他经济也都非常高 但之后 英诺稳住下线 队友疯狂开认 就算笑语周语送得很开心 但一安马超 谁也拦不住 不曾后悔 无人和蔡 依然在期待 雨后的彩虹 他是那样的精彩 转眼前 一切都已改变 不到7分钟 AG就推到了斯卡尔子下稿 紧接着点到中高 9分钟结束了对手 日本对斯卡尔子 看到一诺带笑不笑的表情 估计还在为被单杀而小尴尬的 不过AG今天的表现依旧稳定 斯卡尔子想复仇AG 真的就是做梦 不仅如此 AG击败斯卡尔子的两局比赛 一共18座剑塔 居然一塔未掉 这就非常厉害 对此小伙伴们觉得 斯卡尔子战队是国内什么水准呢